詞曲 李宗盛 世界很大 我在外國三十多年 年輕的時候 應該走出去 而且我希望年輕的人 要有一個夢 夢 愛好一世的人 他就比較偏重在心靈的享受 我們知道心靈的享受是無限的 每個人都注重心靈的享受的話 這個社會就非常和諧 做那麼久 我們說一定要能夠讓自己感動 才能夠找到感動的題材 才能夠把握著感動的瞬間 才能有感動別人的這一種作品 我一直希望說 年輕的藝術創作者 能夠在版畫方面 怎麼樣保有傳統的優點 同時兼具有現代風格的這種樣貌跟形式 我想是很重要的 我創作主要是表達人生的歷練跟能量 它的散發 以及可以分享給大眾的這些作品 如果沒有做版畫的話 或者我沒有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真的會覺得 就是說沒有什麼目標 版畫對我而言 就好像我生命中需要的空氣水分 一樣的重要 我用這些個人周遭的一個物件來表現我自己 雖然說年紀也不小啦 但是我就說 我也是抱著學學精神去 也是很認真當學生 版都是讓我非常 能夠有那種激發的情緒 是對突凹眼裡的併用 我覺得現在好像一種單一的做法 在這個多元富濟的時代裡面 它還是可以發揮更多的特色 樂山大佛的旁邊有一塊牆壁上面寫了一個 福人有幸 且任容哭 若有不幸 亦勿燒佛 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如果是幸運的話 隨著人生的起起落落 自然的一種眼鏡 當然人有起也有落的時候 那如果說沒有得到機會 也用不著去發牢燒 我的創作是要表達我對於這個社會 人事物的一種關懷 或者是我注意的一個面向 對於藝術愛好的的建議是 就是憑你的直覺去面對這件作品 就是對我來說我覺得藝術不應該分 所謂的什麼媒體 什麼雕塑 版畫 裝置什麼 其實他們是一起的 我們生命本身它就是一個 這個感覺的本體 那我的創作所要表達的 其實最主要是女性的一種思維 女性嚮往自由 或者這個當中 理性對於自己所處的時空 一種變化 跟自己所應付的責任 或者追求一種自己自由自在的 一種想法跟境界 創作上大概我傾向於對社會的各個面向 尤其是都會性的 人的 人文性的 或者說甚至政治性的 我的創作其實最重要的是在表達這個 所謂的自然的消長 也就是說有很多大就是小小 他就是一畫一世界 一殺一天堂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一個意識家你一定要堅持 從事這個工作的人 只有三個字 叫做努力努力更努力 你對藝術的一個從事 只要有熱情 順著自己的一個個性 或者你的專長的一個所需 這樣去努力應該就會有一定的成績出來 不會讓我們接因為 就這樣去果然 Olympics 我們 我們 這 我們 感谢观看